我的神水好习惯是把洗漱果的水和厨师机里收集起来的水累积起来 用来浇花 擦拭家具还可以拖地哦 一水多用 解水可以很轻松 您现在收看的是运通财经台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运财尽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一集超凡手 我是黄子东 每天的十点到十点半在运通财经台 我会陪着你一起看盘 那今天是礼拜一 这一周的第一个交易日 先恭喜一下 大盘又创下新的高点 今天4月19号 再来到新高 盘中的高点来到17241 每天创下新高 那我想这边应该是蛮多的投资人 分两派啦 一派就认为说 现在这个市场上已经是泡沫了 任何股票都不能买随时会崩盘 对不对 我想实际上用我们的操作 带你来看 为什么我认为 其实根本就没有崩盘的风险呢 为什么 首先先来看我们现在手上的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讲起来 有点不好意思 两个交易日 我们是在上个礼拜四进场的 经过了两个交易日 这一档我跟你讲 哇你看这档股票 2009第一桶 为什么我说不好意思 我跟你讲真的啦 这两天如果我说 我们有操作原物料概念股 只有15% 你可能还会说 其实说真的真的不够看 因为为什么 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 涨的族群非常的明显 原物料概念股 钢铁相关类股 在这个时候 你随便摄飞标进场 买一档钢铁相关概念股 全部都大涨啊 甚至被人家认为说是 超级十年牛皮股 中钢 应该台湾人 没有人不知道这家公司 中钢这一档股票 你如果看它的现行 我把党名遮住 你还以为说 哇是不是什么超级标 只有转机电子股才会这样涨啊 从20块钱涨到快40块 翻倍 结果你打开来看 哇这张股票是中钢耶 所以我跟你讲 这段期间第一个 如果你没有掌握到相关族群 其实你应该稍微检讨一下 话讲得比较严肃 可是这句话才对你有帮助 因为我成为一个成功的操盘手 我也是这样啊 我也不是一出生 我就对于每一个类股都非常熟悉每一个类股的操作步调 不可能 我也是经过多年的检讨 把我一些错误的交易方式秉除了之后 我们才会成为真正的赢家 好啦 那市场上我想你应该听过一句话 有人讲过说如果现在市场上有一个族群是超级强势超级多头 但是你却没有注意 那你干脆离开市场算了 对不对 当市场上面再红什么族群 你务必 也许你不喜欢中钢 但是相关族群你至少要能够推敲一下 这才是往赢家靠拢的不二法门吧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段期间我跟你讲 这个绩效真的没有什么好值得拿来讲的 但是为什么这一档股票我却愿意在节目上跟你分享 因为我认为这一个股票 这一档股票 其实看出一个操盘手背后的功力在哪里 好 我这么讲 这段期间你如果做原物料族群 你全部都赚钱 像我除了每天的十点到十点半 在运通宅经台有个解盘节目之外 我每一个礼拜一 也就是今天 我下午两点在东森财经台也有做一个直播 是一个网路的直播节目 那上个礼拜其实我有跟你讲一个族群 我说那时候我跟你讲说我有两档股票 这两档股票 它既是钢铁类股又是航运类股 因为为什么 它就是做货柜的 这两档股票 我们看看这一周怎么走 我想说你都会看钢铁人 你也知道最近的航运很强 那你会不会自动推敲 我想这个是基本功 你会不会自动推敲出海光这一档股票 你会不会自动搜寻出这一档股票 海光之外还有另外一档 春元这一档股票 这两档股票我想投资人 我们也不要说什么技术分析的买点 要不要跟你说什么多空云带 你随便找个点位基本上你都是大赚的吧 这两档股票我们再来看一次最强的是海光 春元跟海光两档股票 如果你抓对一个族群 如果你看对一个趋势 买卖点其实不成问题 这两档股票你闭着眼睛 随便在任何一个价位买 目前为止新高你都是赚钱的 赚多赚少的问题 然后我讲的时间点 我们也不用买在最低点 而是买在一个最有效率的点位 不就是上周吗 对不对 你需要买在最低点 然后晃了一个月才开始喷出 不用 你不用买在最低点 可是当一个族群开始喷出的时候 你一定要掌握 那我今天的重点 其实我不是要跟你讲说 钢铁族群如何如何 因为我想台北的股民 台湾的股民应该每一个人看到台北股市 应该都注意到这个族群 所以我今天没有要锦上添花 再跟你讲这个族群如何如何 相反的我要跟你讲 连接我这个节目一开始 我跟你讲的 为什么我认为现在大盘表现的 其实非常稳健 现在涨到一万七千两百点 绝对有它的道理 因为我要给你看一个数据 要给你看一个指标 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桶这一档股票 我说如果你要操作这一档股票 当然这一档股票 其实交易的人不多 但是我跟你讲 其实从一档股票 可以看出非常多的玄机 首先你操作这档股票 你要怎么知道说 这档股票到底是多头还是空头 因为有一些比较偏金融类型的金属 像是黄金 你可能还要参照美元 你可能有一些投资人是新手 会说这个好复杂 他没办法联想到 联动到说 美元跟黄金之间会走一个反向 他觉得那个东西不直觉 所以我们今天跟你讲 这档股票其实很好操作 因为为什么 铜价上涨 它就要涨 铜价下跌 它就要跌 简单清楚明了 这一档股票 因为我跟你讲 这段期间 今年2021年 大盘不断持续创下新高 对不对 大盘持续创下新高 从今年的1月以来 不断的新高 但是你如果统计一下 你就会发现 整体而言 外资是卖超的 对吧 对不对 1 2 3月的时候 盘持比较年的时候 你如果统计 你会发现 外资是卖超的 你就会想说 不对啊 这跟你以前看教科书告诉你的 是完全相反的事情 以前人家不是告诉你说 台股你要看什么 你要看外资 但是我也曾经在节目上面跟你讲 其实这一两年 我跟你讲 第一个 外资是被动型的做买卖 也就是说一档股票 如果出报告 或者是甚至本土有资金的需求 它就会抽赢根 所以你如果说单纯的 去看外资的买卖 去判断台股的后市 这件事情 会稍微不那么精准一点 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人家会认为说 哇 这个大盘好高了 外资又全部是卖超 但是大盘持续创下新高 造成一个不可思议的结果 哇 这一段期间 新韭菜大获全胜 外资是最大的输家 外资不是最大的输家 第一个你要清楚 外资又可能它是被动型的 必须要抽赢根 美国本土需要钱 那它二话不说 它没有什么 还有什么 哇 我目前为止是套牢 我目前为止是获利 所以我要不要出 没有 美国本土需要资金 它需要做一个全球的布局 像我们MSCI 都是慢慢的在调降 没办法 因为中国的问题 所以它必须要把资金 慢慢的往那个地方做移动 所以你会看起来说 外资怎么好像是输家 没有 外资根本不管涨跌 它单纯的只是就一个 全球市场 做一个资金的配置考量 单纯的就是这样子 反正我们讲难听点 也不是它的钱 外资也是美国的散户 给这些外资钱 让他们来操作 所以没有感情存在 但是对于你 你现在在电视机前面 你是很辛苦的 自己一个人在做操作 你就必须要好好收看 我的节目 我才会给你真正的 关键资讯 我们讲回来 所以一档股票 交易的人不多 甚至外资持股比例 一%都不到 所以这一档 根本就没有外资的参考性 你就要清楚的知道 同价的走势 清楚简单明了 目前为止 呈现一路上涨的态势 那这一档股票 是不是多方格局 当然可以啊 上个礼拜四 有一个大洗盘 然后呢 我们怎么样 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们买 今天我就开诚布公的跟你讲 好 上个礼拜四 上个礼拜 4月14号的时候 盘是大洗盘 那个时候 我们有没有做进场的动作 没有 我把会员的钱当做自己的钱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 我也会稍微停看听 结果发现 尾盘拉回来 直稳之后 什么时间点 4月15号 这一档股票 第一桶 马上涨回来 涨回原本的小区间整理 我就知道这一档股票 遭受什么事情 遭受错杀 上礼拜是一个进场的时间点 因为很多股票都是这样的走势 这样的走势 确认一件事情 第一个 主力有没有在照顾 有嘛 你用膝盖想也知道 股票遭到错杀之后 这就是V型反转的原理 股票遭到错杀之后 主力马上拉回来 主力拉回来是为了谁 是为了散户吗 是为了希望这些散户 可以赶快出的高一点吗 是想说 有些散户套在最高点 我把它拉回来 让散户出好了 没有这样的主力嘛 有这样的主力介绍给我 主力是为了什么 为了他自己 为什么 因为这一档股票 他认为高点还没有到 所以他可以很轻松的 做一件事情 把价格拉回来 甚至呢 两个交易日 马上做喷出的动作 主力是为了他自己 那我们要不要跟着主力 一起乘风破浪 当然要 买股票不是在这个地方说 我要买在最低点 我要买在 然后整整在这个地方 停了一两个月 然后你看见 别人手上的股票是赚钱 你一定没有这个耐性 你一定是想说 哇 瑕福区间整理 前面又涨过一段 没有行情 你一定是耐不住性质 想说反正也没有亏 我就换别的股票好了 结果你一换别的股票 这档股票马上开始发动 我想这就是很多散户的心声 所以我们买在什么时间点 第一个 讯号确认点 你要不要等 不用等 但是你要买在一个相对有逻辑的点位 这才是真正赢家超盘手在做的事情 没有想说整天最低点 卖最高点 这件事情我公开承认 我也做不到 但是我跟你买 一定要有依据 一定是买在一个合乎逻辑的时间点 上个礼拜第一个 你会想说 老师不只是第一桶 很多股票都走出一个V型反转的态势 那不是每一档股票都可以卖 为什么我们单独切入第一桶 为什么我们是做这一档 我可以花很多时间跟你解释 但是我们跟你解释完技术面 V型反转 我跟你讲 它的基本面 你就是看铜价这有没有很简单 所以我们挑了这一档 这一档又没有外资的干扰 甚至外资操作这一档不是很强 但是我跟你讲 真正除了操 我也跟你讲这档 有说赚很多吗 也没有 两个交易日15%其实够了 应该要很开心了 不要想着说天天都涨停板 如果有别的老师在那边整天秀说 你看我今天又涨停板 我今天又赚到一根 那我跟你讲 每天涨停板 两个月基本上是世界首富了 你听也知道那些人就是随便拿个假讯息 在呼噜你的 我们不是 当然我要跟你讲第一档 是我要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点 如果你要看 为什么目前为止 现在大盘是多方格局 你说那跟钢架有什么关系 那跟2002有什么关系 我还跟你讲 跟它的联动确实比较小 但是你应该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跟你讲哪一个原物料是工业之母 你应该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不是钢架是铜架 铜架才是工业之母 所以你由这一档股票其实你可以回推 虽然我们做个股 可是可不可以从个股来反推回来目前为止 大盘在哪一个位阶 很清楚的知道 因为我说今天你如果不相信 或者是你没有做功课没关系 我今天直接拿出一张图给你看 你一目了然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以大盘的周线来看 我们放大一点的来看 甚至我们来看一下月线好了 来周线比较清楚了 大盘你会知道哪几个时间点是大盘的低点 第一个我想大家就会想说 第一个2008年 然后我们这一波大多头的时间点 其实是在2015年 然后你看到2015年的时候 然后你还会再加一个时间点 因为这几个大盘的时间点 都是可以列入历史教科书的 还有一个时间点就是去年 2020年年初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有三个时间点 2015年2020年 甚至是往前回推2008年 这三个时间点是 如果你看大盘的话是历史的低点 对照一下同价 你就会发现同价的低点都出现在哪里 2008年是它的最低点 2015年是它的最低点 2020年这个地方我们甚至可以放大一点 来导播放大一点 2020年年初的时候 三月的时候是它的最低点 因为为什么 需求减少 现在伦敦高级铜的价格从不到5000 目前为止来到9000 你如果看现实你应该很清楚的知道 目前是强势喷发格局 你可以推敲出来说铜 才是真正的工业之母 然后你看到目前为止的铜价 是喷发的格局 所以你可不可以推断 目前为止 经济仍然在一个复苏的状况 整体的基本面仍然是非常的强势 整体仍然在非常的强势情况之下 你认为今天加权指数上涨50点 有没有泡沫化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没有泡沫化嘛 所以你的股票能不能安心的续报 可以 所以你能不能够进场买股票 你有了这一套国际局势的世界观 你能不能进场买股票 你今天的第一桶 你能不能够报得很安心 没有问题 目前为止大盘涨50点 你手上的股票就要有一档第一桶 没有涨停 涨8% 涨8%跟涨停板 差1% 对你来讲 你的开心度会减少吗 没有 你一样很开心 对不对 你说涨8% 人家如果有涨停板 如果像是海光 今天涨停板 你会眼红吗 你会很开心 说没关系啦 只差1%而已 你今天的可以很开心 如果你是家庭主妇 雇小孩的赶快去雇小孩 然后上班的 好好上班 好好开会 因为你知道 你做的是对的事情 一档股票 其实我们可以很深入的做研究 也可以从一个族群 目前为止 为什么一个族群会上涨 你可以推敲出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的大盘 咱们的加权指数 究竟在哪一个位阶 你报股票能不能安心续报 其实是可以的 当然 其实今天我要跟你讲一个更重要的族群 因为这个叫做传统的原物料 传统的避险商品 对不对 然后我跟你讲 从2021年开始有一个新的避险商品 绝对不是黄金 这段期间黄金相当弱势 为什么我们的基本面会表现的这么好 第一个 大家拼命的撒钱 货币总技术 不用看全球股市 光看台湾 你就知道货币总技术 N1B 现在目前为止是资金泛滥的时代 你可能有一些大资金的布局考量 可是绝对不是叫你在这个地方买黄金 那个时候我推荐的是什么 我推荐的是数位货币 好了 为什么我要在今天这个时间跟你讲数位货币 你说老师 这个周末发生了一个数位货币的大事 什么大事 人家说 其实这个东西可以拉到台面上讲 因为人家都认为说数位货币 有些人是用来洗钱的 这个东西被拉上台面了 然后为什么上个礼拜会大跌又跌回5万 为什么 因为说数位货币 我们要增加它的税收 怎么样 因为有些人用它洗钱 所以 这个全球央行讲得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也可笑了 他就说 我要收洗钱税 这件事情不是等于说公开承认说 前面原本是不敢拉上台面上讲 然后今天突然讲说 好啦好啦我知道你有洗钱 但是我让你洗钱 但是我要收洗钱税 也就是说 我让你做一件不合法的事情 可是这个不合法的事情 我要跟你捞一些油水回来 我们讲得很白很低俗的 其实就在讲这件事情 然后居然把这件事情拉上台面上 我看了也觉得蛮好笑的 但是没关系 这件事情是 你会知道为什么这些大佬 这些资金大佬想要从这个地方 抽一些油水来 就是因为它有油水可以捞嘛 所以才要捞油水 所以如果今天数位货币 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不是一开盘 直接打跌停吗 那我也曾经跟你讲一件事情 我说数位货币 绝对不是这样子看的 绝对不是跟你说 数位货币上涨 它就要涨 数位货币跌 它就要跌 我跟你讲的是一个 我看看我们今天 有没有带这个图卡 来看一下 图卡可能没有带 不过没有关系 前几周数位货币标破6万3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也跟你讲 我说绝对不是比特币大涨 数位货币就要大涨 不是 它是只要过它的挖矿成本 基本上对这个概念股就是利多 那现在出现的利空 叫做消息面的利空 我曾经跟你讲 我说这一个族群 它是波段族群 那波段族群你可能知道说 原来数位货币不是它涨 相关显卡概念股就要涨 然后数位货币跌 显卡就要跌 不是 而是它从三月初以来 我就跟你讲 三月初我就跟你说 这是一个波段的族群 因为它稳稳地站上 挖矿成本之上 好啦 那我认为这个族群 你应该烦恼的是 你根本没有上车的机会 别人跟你讲说什么 拉回到什么季线年线半年线 没有啊 这个股票没有回来啊 那目前为止 现在受到消息面的干扰 打跌停 不错 你后面你就有交易的机会 那这个族群 相关族群 你要怎么交易 节目的下半段回来 我们会好好地跟你做分析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没事 车冷冻 自行拍照 尽快一致车辆就对啦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你讲 接下来又是另外一个族群的机会 因为这个族群我跟你讲 前面我们在跟你说数位货币比特币破五万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可能还在犹豫 还在考虑就说 其实这个数位商品我不是很懂 我还是好好做我的黄金就好 但是我跟你讲 这段期间如果你可能你去买一些黄金存折 基本上你去买黄金现货 大部分目前为止大概都很难过 因为你会看到说全球股市明明表现得这么好 甚至全球大撒币 但是为什么你按照过去敲口书告诉你的 却没有赚到钱 因为资金移动到别的地方 那我也跟你讲 这个族群目前为止现在遭受的是什么 叫做消息面的利空 是不是有人抛货 没有我跟你讲 前面我曾经跟你讲一件事情 我说只要它稳稳的站上挖矿成本之上 就算是你没有投入这个数位货币 你至少也应该看我们台北股市的相关类股 对不对 看相关类股我要跟你讲 怎么看 之前每次只要有利空的时候 其实我认为就是一个进场的时间点 像三月初的时候我跟你讲 内蒙股还宣布说 四月底前要全面退出虚拟货币挖矿项目 结果那个时候怎么样 数位货币是走扬的 因为我跟你讲 这个族群大部分很少投资人赶报波段 因为操作的方式都不对 很多人认为说 昨天数位货币涨我就买 结果昨天数位货币跌我就空它 结果发现不是这样子操作的 那当然现在的消息面 会打压一下相关概念股 但是我跟你讲正好 因为这一个族群投资人应该烦恼的是 超级强势波段格局 你根本就没有进场的时间点 所以只要发生事件型的大利空 后面其实我认为就是操作 就是进场的机会 那我们的持股 我们各级会员大部分就是配三档 我认为接下来如果只要跌厅般打开了 它只要止跌回升了 后面其实你至少要配置一档 原物料或者是全球大撒币的相关概念股 三加一档 你至少手中要有一档这样的持股才对 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操作 前面我跟你讲的第一档 如何卖黄金不清楚的话 欢迎你找上我们 我们一起来合作成为真正的赢家 这就是我们的持股方式 档数不会多就是三加一档 欢迎跟上我们的脚步 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是你习惯用Telegram的 也可以扫描这一个账号 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运达投资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 2781-09